嗨,双十一的时候那些明晨就疯狂的打开淘宝,疯狂的购买 然后我还不小心他二次付款 于是,虽然他钱退还给我了 但是呢,就是也是无意识的买了超级多的东西 今天是,今天是23号 对,然后我的快递已经,响响,已经全部到货了 当然有一些就是要放进冰箱里的东西 我就提前的先拆了 所以说呢,接下来我要开始做的拆箱分享了 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中国这套理论就很奇怪 魔族,但是好像其实全世界也就只有中国人在多喝热水 这一箱也是纸 这当时来的是冲纸,这一箱是卷纸 不好意思,这一箱的是抽纸 下面那一箱是卷纸 这就是超大一箱的野兽牌 这个里头,哎呦妈呀 哇呦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我买的香薰 因为之前我有陪瑞哥出门去买过一次香薰嘛 但是当时没有买到,就是他觉得很好闻的 然后我就咨询了一下 他说他喜欢的香味 也是那种属于比较中性一点的那种香味 刚好我也是喜欢那种香味的 就打开盒子的时候就能闷到一点点的香味 然后我还跟瑞哥说,瑞哥我给你买了香薰 但是我没有拆快递,但我拆了之后我再给你 然后这一天他 今天我拆快递嘛,因为我快递今天又拿上来好多 他还说呢 别忘了拆完快递之后把我的香薰给我 我说,嗯,好,我会记住 哇,好香啊 太香了 我买的这是带玻璃罩的那种 太香了 还分两次 我这么大一个箱子里头就只有三个香薰 我想想看 因为我房间就是,其实味道还挺大的 除了这种辣 就是我以前没有买过蜡烛香薰 但是我会买那种,就是点的那种香薰 因为我家里都是这样子的,点香 这什么味道 就是,哎呦妈呀 打开来是这样子 是不是很好看 我踢着声音,啊,鸡皮疙瘩到前 嗯,还挺像的 妈呀,这鸡皮 这让人吃鸡皮疙瘩的声音 我现在都不敢把它给盖上了 藏天的 真让人感受 好,还有两个 我买了一个蓝底的 哦,不 不,一个绿底的 然后一个是棕色的 打算一个是送给瑞哥 一个是有自由 因为两个味道我都很喜欢 但是我又决不出胜负 然后我就决定两个味道我都买了 买了之后 再送一个给瑞哥 因为我没办法去店里试的话 我觉得这个方法也特别好 因为我是那种 假如说我去买一件衣服 我觉得颜色都很好看 很纠结 我就不知道怎么选 我就有可能啊 就是价格不贵的情况下 就有可能会都买 但是这种概率很很小 因为吧 我也不是那么的 我也不知道瑞哥 喜不喜欢这种味道 还有一个是绿色 这也挺好味的 先把它给 把它给哥干什么 是一样的 好像我怎么记得 可能买了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还有一个香薰 我这次一共买了三个香薰 新智女孩子 除了要买血怕水之外 房间里都要是香香的 是 但是买的香氛的话 就是空气香氛的话 它很快就会 房间里的味道会盖过去 这也好 我房间的垃圾都堆起了一座小山 我房间的打火机 火机火机 打火机 有时候派的快递就拆到这 下一个 其实已经没有多少个了 这什么 是厦门寄过来的 这就是精致女孩用的面膜 就是虽然我很 就是很懒的用面膜 但是我是那种 限接性 就有段时间会 就是想每天用面膜 但是有段时间就可能 就是 像我现在就特别老 就特别懒的用面膜 大概 我从 我今年5月份的时候 有去过一次韩国 然后买了很多面膜 到现在我就用完 但是已经用了差不多 因为有段时间 为了保养我的皮肤 就每天用 这两款也是 这款是紫苏的 它是韩国一个美容院的 就是自创品牌 也是特别好用 然后反正我就是看 推荐 就是特别特别好用 具体好不好用呢 我还不知道 如果不好用我就生气 还有一个这个 还说这个也特别特别好用 特别就是急救 因为面膜一盒 一盒也要进百吧 一盒要进百的话 一片就要20多块钱 也好贵哦 没反应过来 你知道吗 我觉得面膜其实 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 我现在有快递 快递就还有两了 先猜哪 我现在身后还有两快递 这个呢是小龙凯 这个呢是螺丝 这还有个大衣 这大衣是我 上双11的 10月份买的 但是就是买好之后 他就是要做 就是很慢 就这家牌子 我很喜欢 叫饭馆磨参品牌 其实我有好多衣服 都打给了 我那天搜了一下 就是路 搜了一下这牌子 我现在在家店 我买过 买了好几年吧 哎呦妈呀 也不是很贵的 品牌 也不是很贵的牌子 这台挺好穿的 就比如说 所以我有一件那个没钱的 那个衣服就是那边的 现在谁进我房间 可能现在会被我房间吊得下的 我买的是一件大衣 哦 哦 好重啊 买的是一件大衣 因为吧 因为我觉得冬天穿大衣会很方便 你里面穿一件 假如现在的T恤 或者穿一点点的 小的卫衣什么的穿 大衣就会很方便 而且我买的是黑色的 像其实我以前在上大学的时候 就是秋冬的时候 特别是秋 就是不至于穿羽绒服 但是秋天又起风会很冷的时候 其实学校的大多数女生 都是穿着牛仔裤 然后穿一件大衣 不 当时其实女生 除了喜欢穿牛仔裤之外 就很喜欢穿阔腿裤 对 诶 时间一半 配送给你一下 我要试一下吗 妈呀 太大了 太大了 我已经 瀕临崩溃了 这可能我还要整个房间 等我 等我拍完这个视频之后吧 可以给大家试一试 因为我现在是坐着 不是很方便 当时因为它有两颜色 一个黑色还是其他颜色 两个都很小 差一点两颜色不满 看 就很 就很方便 你知道吗 穿着 是不是这件大衣 穿起来很舒服 就算刮风下雨 穿大 可是很舒服 不要说买不起 我没事吧 哎 这不重要 好 我就穿它 新衣服 新衣服 喜欢 好喜欢 妈呀 或者说话 说话特别话不不不 接下来这一箱又是小龙 这是我小龙看的 哎呀 4小时 露出了我的生活区域 都是柴米油盐 然后就拆了 不管了 因为我脚顺目指好累哦 前面 我现在前面堆满了快递 我好像忘记了 我已经买了几个快递 那我一件视频 就可以看 或者你们可以帮我数一下 不知道你们买多少个快递 我这 就是拆了多少箱 妈呀 这箱好大 好多 好多东西哦 整个冬天我就可以 都不要出门了 就有些时候 晚上你知道吗 晚上就特别会容易 想要吃东西 特别是有些时候 晚上特别想吃火锅 想吃火锅的时候 就真的 好烦 好想吃火锅 而且我们中心附近 就真的 中心附近就有一家火锅店 我之前就是 有些时候晚上特别想去吃火锅 我就真的走到火锅店去吃火锅 但是呢 有了自热小火锅 那就不一样了 就可以就可以在房间里烧了 这什么 这也是藤椒味 这个 哦 还有火锅粉 还有火锅粉 嗯 我吃了 上次我吃了一盒 就是小龙坎的 但是我觉得大龙翼的火锅粉 比小龙坎的要好吃 实话实讲 但是小龙坎的一些 就是那个 牛油味道 就是麻辣那些味道 还没有吃过 还没有办法做出点评 但是 大龙坎我听你哦 等等 大龙坎的那个 底料和火锅 真超级超级超级无敌 巨无霸 好吃 听我这么说 就可以感觉到 我有多喜欢了吧 哎 我本来 我本来是400块钱 应该贡献给大龙坎的 我就原谅 如果不可以 你也要得全部吃完 对吧 毕竟我花了这么多钱 还有一个筷子 还有一箱螺丝粉 哎 捡到了 哎 哎 找到了 这一箱螺丝粉 这牌子是我 就是 是我们公认的 非常好吃的一个牌子 叫做好欢螺 螺丝粉 那 就这家螺丝粉 是我觉得特别喜欢的点 就是 它的 它是有螺肉的 就螺丝肉的 但是 它最近新出了 嗯 一个口味 叫做小龙虾口味 哎 妈 哦 太低太低了 拿不出来 拿不出来 它是和网易云合作 哇 小龙虾 小龙虾口味 然后我是前天看朋友圈 我看 我看下奈友 就是 吃过这个做得得泡 就是调料之后 我可以给大家拆 拆一包 这箱子 走开 打开之后 它的包装其实还挺好看 因为它是 它是合作款 跟网易云 就是 黑 黑椒 唱不出 所以 给它打开一包 但是我今天晚上就逼不了 饮料 就是什么 我足够给以前的以往一样 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 依旧是 米粉 然后 酸豆角 螺丝汤包 原先的那个 螺丝汤包的头 就是 好像比原先的份量要小了 就是 捏的时候 你可以捏到 有一颗一颗的螺肉 但起码有 就是 就是六七颗 十颗左右吧 但是 小龙虾味道的 它就没有螺肉了 还有 特别好吃的酸笋 其实 螺 螺丝粉 臭就臭在它的酸笋 但是我个人是很喜欢 就是 把酸笋放在锅里 就煮一煮 再吃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 我比较喜欢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吃 还有 腊肉和 黑莫 莫尔斯 但是 多了一包 小龙虾味汤 料 就是 对 他们吃过的都说 这个 怎么说呢 吃起来 其实跟 原先的味道 差的不大 但是 这个 因为 这个小龙虾味的汤料包 会吃起来 会更像火锅的口感 但是 原先吃完之后 也都吃完了 但是这个的话 你吃完之后 可以拿汤料 加点素菜 或者你喜欢吃这些什么 小丸子 牛肉丸 或者蟹肉棒 然后 可以涮点肉 就是当火锅底料吃 就是特别不错 就听说是这样子的 至少我看了一个美食测评 和 下奈发的盘 就是 盘要发的盘要圈 里头都是这么report 好了 我的拆箱 我是已经全部都拆完了 但是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买的东西 是冷 就是要放冰箱的 放冰箱东西 如果我要放那么多天的话 肯定就坏掉 对不对 所以说 我就先放冰箱了 我现在给大家冰箱 给你拿出来 好 大家买了 冰箱里多累 突然多累 买了 买了 Change C A A N G E 交换 我就说这英语叫交换 然后这个牌子酸奶 它是健身专用酸奶 它是零脂肪 零蛋白质 零 再来一次 三二一 这是 零脂肪 零塔路里 高 零糖高蛋白的酸奶 然后就特别适合健身 或者减肥的时候吃 像我原先吃的是原味的 因为它是不加糖 就特别特别的酸 然后 我当时 我基本上都是把它跟香蕉 就是 就拌在一起吃的 然后会觉得 就是可以吃了 我可以接受了 但是 我有一次我就把它和青汁的粉 就撐在一起 这样吗 啊 我的 仓天哪 然后在楼下 而且我是一边搅拌一边下楼 我在下楼的时候吃了一口 我真的 噢 真的太难吃了 我上一次减肥 就很努力的减肥 是在三月 说机只有10% 又分批了 快乐分批 你知道 然后 这次它又新出了 咖啡的口感 咖啡味的 但是它也是零卡路里的 就是咖啡和黑加仑 但我没吃过 出黑加仑的口感 只有咖啡的口感 还是味道非常不错的 就是可以接受 然后也不怎么甜 就是 这是比较贵 就是 有钱人可以吃吧 它就是如果你要减肥的话 你也可以吃它 就觉得真的 还挺不错的 不能给你们看我的冰箱 我还有冷 妈呀 现在我房间 冰箱就修你放了点 我还有 我把房子现在坐在垃圾堆里 啊 又买了啥 放我冰箱 啊 好 好了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 就是 鸡胸肉 就是 减肥的时候你就得少吃多餐 然后尽量吃少 就是尽量不要吃猪肉 还有肥肉 只有鸡胸肉是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 鸡胸肉还有那种 虾什么虾鱼啊 什么的 是非常好的 然后吃鸡胸肉的话 一般你买的鸡胸肉会比较柴一点 但是 其实口感没有 想象中的那么 不好吃吧 你知道不是完全水煮 毫无味道 但是我给大家推荐这个鸡胸肉 真的超好吃 就它很嫩 叫 看到吗 这个叫什么味道 大臣鸡胸肉 然后它鸡胸肉 其实它是有 胭脂 它是有两种口味 一种是原味 一种是 就我买的蜜汁黑椒味 就是它是煎出来之后 一般鸡胸肉煎出来 都是很柴的口感 但它煎出来之后 但是那种很嫩 而且很多 其实就很喜欢 所以我有些时候 每天晚上就解冻一个 早上起来就是 煎一煎当早饭吃 就 非常的不错 然后这个是 Kuma当时 因为他要 他回家的之前 就是吃不完了 他就把它放 放到了我冰箱 然后是他推荐给我的 反正真的很好吃 然后我也推荐给大家 希望减肥的大家可以 吃鸡胸肉 如果觉得鸡胸肉 特别难吃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这个 这个的话 还真的挺好的 而且它的 很绵度 没有 没有它那个什么 好吧 因为我本来想看 给大家看它的卡路里什么 反正 反正是推荐给大家 我这 以上就是我的 拆 拆 拆箱的 分享视频 有些是我特别喜欢的 有些是我的生活品 有些是我被安利到的 我还没有用 但是如果好的话 我会继续说 然后希望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这个视频 毕竟我摘了这么多的快递呢 俗话说 狠心的人坐到三点 快递到了不拆 你看我快递到这么多 我竟然忍住不拆 然后把它放的 就是因为我一开始 堆一落 它也真的是超过了我的身高 我超过了我170的身高 还有第二个奶茶 到了不直接喝 就还有第三个就闹钟响了 直接可以起床 想想都可以做到 真是一个狠心的女人了 看看你们可以做到极点 然后呢 我觉得反正拆快地球 特别有的成就感和清晰感 喜悦感 所以 所以没有所以了 词穷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